好 大家好 我是杨洁 大家看一下现在 又有六箱 多肉箱 有两箱好像 还倒流了两个晚上了 没空没时间 所以今天就回来了 现在我就是 因为风现在一有了 我要用袋子把那里面的 那个泡沫泥都要倒掉 然后看一下到底买了什么 其实都忘记了 要看里面的担子 好 现在就开始工作吧 刚才跟大家说了 总共有六箱多肉 今天要把它开出来了 还有就是刚才有风 因为我先把那个珍珠粒全部都倒掉了 这两箱是一天买的 要看一下还是农小姐家里买的 确实她家多肉很好 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她家买了 就是农小姐主播微信 少少可以找她本能 要好货可以撕她 或者有任何关于种植问题 少秒加好友 就是这个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大家看一下 那这是我自己都是我自己买的 最大的就是这个蕾丝女王 蕾丝女王三株一株才14块9毛 她现在支布金很多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可能还没买了 那段时间买好多 大家看一下 就是蕾丝女王一株才14块9毛 三株好大好大 非常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都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要看一下我到底买什么了 我自己都忘记了 我家里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蕾丝女王 以前我反正讲成蕾丝女王都不是 这一株应该是什么 我看一下 约瑟蜡 约瑟蜡 买两株 一株五十八 一株二十九 两株这里还有一株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约瑟蜡 约瑟蜡 还有就是欧版紫珍珠 买了一套 三颗才16块8 那天又做福利 大家怎么一直买不到这个福利呢 我怎么一进去就很多了 就是大家没经常在 他现在基本就是 4点下午4点开始直播 然后他如果待的时候啊 经常不定时就会 就会炸完炸 真的啊 这个是成蕾 我一直 我一直说那一株是成蕾 原来不是确实这个成蕾 大家看一下成蕾多少钱 大家一直说 我没给大家讲 讲价钱啊 十九块九毛一株啊 十九块九毛 我终于又买到了这个 嗯 还有是 还有是 腌脂云 腌脂云一株九块九 应该这株是腌脂云 看一下 漂亮吧 又大又大又大又好啊 你看 这两株是 马格丽特 这个花茎 先给大家敲掉 没了 就这一箱的啊 总共 这里面买了 183块 多少钱 底下都要给大家说 183块3毛6 11株 刚才说了这一株 这三株一株14块9毛 嗯 我把这些先给它摇住吧 不要摇啊 我老公说都不要摇 你们大家说啊 大家说都摇 我等一下 每次我等一下去 少这个珍珠粒 我会少 很好少的 用水喷一下 很好少的 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也是 把这个土巴拉掉 土巴拉掉 我们把它根 修一下 我都这样修 就把它带回来的这些根啊 都修掉了 这时候春天种进去啊 很快就护棚花根 我那天 我看了 我就 门抢了三株 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抢了 怎么会说 他家里多肉 不好了 去别人家 我也买了好多了 终于锁定他家了啊 我老公说算了 我就算了 以后他会 风会飞走啊 确实会飞走 啊 这个是 月色蜡 不是月色铃啊 月色蜡 我啊 都是 都是土 沙土 大家都喜欢 带盆土的 不要不要种 我倒是喜欢 他这个多肉拿回来 我自己经营搓土修根 我觉得这样多肉才会长好 这也是脑装 大家看一下 尽量的把这些图都拔出来了 有点像那个被蜡以后 大家看一下 那叫月色蜡 很多 可能新手朋友看见我这样修根 就觉得很残忍啊 就是要这样修啊 朋友们 不修根 它就长不好了 扑盆就不好了 有的人还 还把 还用这个拿去洗啊 把它的那些土洗掉 然后我还是比较粗心的啊 能够把里面的枯叶能够露成装的啊 大家看 这个是这个 呃 龙小姐啊 她确实是一个 就是说比较实在的人嘛 她说整装就整装啊 没有说骗我们的 你看看 这样就可以了啊 哦滚了滚了滚了 滚了 我们只要休根一两天 哎呀还给我带一株什么 外来品种啊 像哈 太好了哈 又怎么了 过去看一下 一窝蜂的又叫起来了 五楼呢是 这一株比较小啊 不一定的 你看 有的人说 梁小姐都是给我寄好的多了 她那么多啊 你还以为她只有我一个人买啊 你看她有大的有小的啊 她就是说哎 你买两株就大一大一小了啊 就是 这个紫珍珠 我把我从来没买那天 我看太便宜了 我就又买了啊 她一用的是有砍头的啊 就是这样子 有砍头的她就说了啊 我就是喜欢这三株了 雷丝女王 因为我 我没有啊 对吧 还有这个陈露 这就是陈露终于到街啊 那一株应该是什么 我上过一个朋友给我寄的 我要找一下底担就知道了啊 老板的那个多肉 这一株才是陈露 没错啊 两株一株十几块九毛啊 也是小贵货啊 大家看一下 终于买到了啊 我 手里没有的 哎呀 一些多了 这两株玛格丽特 好现在已经有买过啊 玛格丽特有买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刚才说的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东云 东云 你也知道了 你回走了 在这里 要记住了啊 腌制云 我不要看了 腌制云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买了这三株大包叉 大家看 我要给大家拉在手里 给大家拍一个 她说这三株做一毛 我做不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些了 大家看一下 可以吧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我推荐的 不会差吧 嗯 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是冷不定的也会在里面 里面买 有的人可能还会遇到我 我上课的时间就不多了 不可能天天守的 有的是进去逛一下就出来了 有空因为实在白天啊 上班上的太累了 有的是晚上我也 冷不定就自己躺在船部上就睡着了 有的十点多左右有的八九点不一定的 就睡着了 所以说 这一段时间很少啊 因为刚开学嘛 可能还没适应啊 能也比较容易累 年纪大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 有好好东西啊 也要终止杨姐啊 不要自己偷偷的一个人买了哈 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华 拜拜